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一聊辉瑞神要进中国这个事情该怎么看 是因为政府有问题啊,然后让美国人赚大钱 还是因为有坏人,有网红坏人害了我们呢 这个事情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聊今天的辉瑞神要之前啊,先跟大家聊点别的 因为会聊辉瑞神要这个事情啊,比较沉重啊 咱们先聊点别的东西啊 因为最近一直以来有网友有同学一直在问我啊 老五啊,你知不知道那个胖子怎么样了 啊,那个胖子到底那么久没做视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哎呀,你再讲一讲啊,对不对 讲到那个胖子,讲到那个胖子 哎呀,我天呐,这一直不住啊,一直不住啊 那个胖子,哎呀,不好讲不好讲,对不对 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因为啊,那个胖子也叫博通同学啊 现在状况基本上没有多大的问题 人家自己的社区里边也跟大家讲了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啊 为什么跟大家开玩笑啊 希望大家开心啊 我为什么之前不跟大家聊博通的一些情况呢 原因很简单 不想趁着人家正在去医院啊 正在算是遭受自己人生中啊 比较困难的那么一个时间段啊 我借着人家的困难 借着人家不好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展示啊 我老五怎么样 我不喜欢做这种事情 所以说也没聊 虽然说刚才跟大家开开玩笑 也是因为知道博通现在的状态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的话状态比较平稳 比较好 在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出来给大家做视频 因为有很多关心博通的网友也在联系博通啊 也有一些消息时不时的出来 包含博通自己也发社区 所以说呢 现在看起来博通那边没问题 跟大家开两句玩笑 为什么要跟大家聊两句博通呢 因为要跟大家讲一讲 关于这场疫情的事情了吗 因为今天聊的主要的话题 也是辉瑞神耀这个事情啊 先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 因为了解我的同学 关心我的同学也知道 我也是最近杨过的一个人 但是呢 必须跟大家讲一下啊 我杨过啊 杨过之后的这个状态 其实并没有那么十分的好 因为有很多同学也在关心我嘛 比如说嗓子问题 比如说前一天前几天嘛 只做某一天只做了一个 视频给大家 然后的话那一期视频 为什么只做一期啊 那一天为什么只做一期 因为那一天 嗓子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 然后我也想把我个人的经验 讲给大家来听啊 希望大家杨过还是没杨过 杨康什么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大家都得小心 杨过了之后也不能随意的啊 然后的话耗费自己的身体 我在杨过之后 为什么嗓子状态非常的不好呢 有痰 而且跟大家讲 风寒的那个症状特别的严重 就是说啊 就鼻子老闻到一些怪味 对不对 那个味道啊 特别的奇怪 然后呢 就是胸闷啊 我都怀疑我的那个血氧浓度已经不高了 现在到现在为止 这个胸口也是一个非常闷的状态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状态 其实我发烧完了之后呢 一两天状态没那么差 可是为什么越往后越往后发展 这个状态越来越差呢 我自己就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因为每天洗澡 有这个习惯 每天洗澡 然后洗澡呢 然后就出门 出门给大家做视频 然后的话洗澡啊 每次洗完澡 那个人呢 那个状态真的是不好 原来我是一个非常不怕冷的一个人 可是呢 经过了这场病之后啊 就会感觉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莫名其妙的发寒 也不是冷 就是觉得寒冷寒冷 就是说嗓子 就是就是嗓子啊 肺部我就觉得特别的凉 然后每次洗完澡 那个状态更差 然后嗓子也是哑的 也有痰 那个状态也不好 然后我就停了两天 就最近这几天 也就是经过了那一天 只做了一天 一期视频之后呢 然后停了两天洗澡 跟大家也说声抱歉啊 大油头就出来了 有很多的同学 老吴这个发型太难看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洗澡 然后也没办法洗头 所以说呢 自己就这么撑着 但是的话 不洗澡 好好的睡觉 好好的养住自己啊 这个状态也就相较 相较的好一点了 如果说啊 我在这么耗我自己的身体下去的话 没有休养好 天天的洗澡 对不对 然后的话身体发寒 风寒症状比较明显 还要对不对 天天的出门 还要怎么怎么样啊 可能我真的是也会啊 去医院呢 为什么 血氧浓度可能不高 然后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肺炎的一些状态啊 讲完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平安 也希望博通也能够平安顺利的健康 对不对 最后啊 也跟博通再说上一句话呀 就博通啊 咱们那个大肘子啊 可不兴抱着大肘子睡觉啊 对不对 一定别抱着大肘子大肘子睡觉 减减肥 然后的话 注意身体的健康 我现在那么虽然说啊 那个症状没那么明显 但是也难受啊 也担心引发肺炎再去医院 然后去医院那这事就多了 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总而言之保障自己的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锻炼身体 一定要记住 大家也是如此 有一个好的身体 做任何的事情 这才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啊 希望大家一定保重啊 希望大家保重自己的身体 那好 咱们就讲今天的主题 辉瑞这个这个问题啊 辉瑞这个神药啊 进到了北京 因为有一些啊 有一些媒体报道出来 有一些啊 小道消息报道出来 比如说啊 然后的话用这个社保啊 然后的话开始啊 也能够开到辉瑞这个药了 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其实啊 我看到了很多的这种舆论 看到了很多这种风向啊 有很多的人很愤怒啊 这个辉瑞神药管用的话 那美国怎么会死一百来万人呢 对不对 然后的辉瑞神药这个没有用 然后的话 咱们进这个干嘛 让美国赚钱了 然后 然后还有说 还有这种态度吗 都是因为有坏人呢 某些网红的啊 那些坏人 然后导致啊 骗了这个国家 骗了这个政府 然后所以说呢 政府有问题吗 对不对 政府好笨呢 轻易的就被一个人骗了 骗了之后呢 然后就引进这种神药了 其实这个事情特别的简单 为什么引进辉瑞神药呢 因为咱们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之前跟大家聊国际新闻 聊了很多 跟大家讲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态度 很简单 不玩小圈子 不玩阵营对抗 不玩意识形态对抗 对不对 这都是咱们明摆着反对美国人玩的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 美国最近 它是如何针对中国的这场疫情来操作的呢 对不对 你要有mRNA疫苗啊 你得有辉瑞的神药啊 对不对 你不然的话 你这个疫情解决不了啊 不然的话 你就是草菅了人命啊 你不顾忌老百姓啊 生病了 因为这些这一波疫情 奥米克戎疫情 你看看中国那么多人都养过养过养过 对不对 包含啊 这个老五他也养过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你得照顾老百姓的身体啊 你得来浸这些药 美国人就这么玩 可是呢 中国的态度又不是像美国那样 对不对 咱们来个贸易的壁垒 来点什么贸易的保护 来玩玩点小圈子 玩点阵营的对抗 意识形态的对抗 咱们不是这样玩的 对不对 咱们不是这样玩的 其实啊 进这个辉瑞这个神药 其实没那么多 没那么的 就不可见人 或者说没那么的神奇 也没那么多的阴谋论 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的态度 因为中国现在疫情也起来了 进点辉瑞的神药 那又如何 很多同学认为这个药没有用 对不对 没有用的用的就会少啊 医生就不会开嘛 那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如果说 仅遵医嘱的一个情况底下 这个药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哪怕他说说他啊 没有多大的一个用处 他可能啊 只能什么一万个人里边 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能拯救这一个人的生命 也就够了 对不对啊 总而言之 你跟个药叫什么汁啊 可是呢 我发现很多的舆论 跟着这个药啊 叫汁 好像出了什么大问题一样 中国不就是这样吗 中国的态度就是正常的贸易 不玩贸易壁垒啊 对不对 美国天天的骂你啊 草菅了人命了 对不对 天天的你 你得有mRNA疫苗啊 有这些神药啊 才行才行 那你得做出来呀 不然的话 你中国与欧洲的交往 如何做下去 亚洲的其他的国家 交往如何做下去 让别人看你什么 看你就是为了贸易保护主义 为了跟美国博弈 所以说呢 形成了壁垒 大家记不记得 新加坡的总理 李显龙说的是什么 中美不要再 再博弈下去了 对不对 你再博弈下去 我们那边就要玩这个芯片的这个无这个这个芯片的这个联盟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不结盟运动 芯片不结盟运动 我们就要做起来了 为什么呢 世界其他的国家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中美互相的斗起来呀 对不对 虽然说中美确实在斗 但是大家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就美国想要跟中国拼了 想不想 想 但是的话美国也得反复的强调 不玩新冷战 对不对 美国尤其是在G20期间 拜登建完习大之后 回去 虽然说啊 上来就是一句要跟中国开展激烈的对抗 对不对 激烈的竞争啊 也没有把中国列为美国正式的敌人的 到最后还是要激烈的竞争嘛 美国也得向全世界展示这种态度 中国同样也得向全世界展示这种态度嘛 你得告诉全世界 我中国是要合作的 中国的玩法是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呀 对不对 玩的不是贸易保护啊 所以说进这个药跟中国的政策其实是相关的 他能赚几个钱呢 对不对 他进来中国他能赚几个钱 他如果有用的话 这个药能够发大财 没用的话 医生连开都不会开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大家也不用去担心 可是呢 我看到了一些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些舆论的一些 一些倾向吧 什么叫不好的舆论的倾向呢 就是很多的人啊 上来就说 刚才跟大家说了嘛 上来就说啊 啊 进了这个辉瑞的神药 那就是因为啊 中国政府啊 被骗了 被什么骗了 被某些网红医生骗了 张文宏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张文宏啊 那个那个数据造假 导致中国政府轻信了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张文宏的那个论文啊 所以说开放了 中国政府是笨蛋嘛 大家发现没有啊 就是说我原来跟大家聊过 大家看待这些舆论一定要避免被左右的拉扯 因为只要你陷入到了西方这些媒体的玩的这种左右的拉扯的话 你到最后就是被别人玩玩完之后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总而言之 大家发现没有 不论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事件上面 无论你站在哪一方 中国政府都有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不清楚 这个问题的根源呢 为什么啊 让这个辉瑞的神药进来 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可是有人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吗 问题的根源是因为中国的玩法跟美国不一样吗 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可是谁跟你讲这些 讲的全都是啊 一样不能让美国赚钱 不能让美国的辉瑞神药来中国骗钱 对不对 中国政府上当了 中国政府是笨蛋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那相反的方向啊 你中国啊 你不顾及人命 对不对 你草菅人命 疫情起来了 你还不用这啊 美国的这种神药 你有问题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两个观点 其实到最后都是骂的中国政府 这种左右拉扯的这种话题 到最后都骂中国政府 大家没发现这种很神奇的现象吗 到最后你你以为这边在 我保障中国的利益 那但是为什么啊 保障中国的利益 中国政府那么笨蛋呢 被一个张文宏的一个论文就给骗了 开放了 对不对 然后开放这个灰日神药了 都是因为这些啊 这些啊 资本的啊 这个因为药物代理 对不对 张文宏这种啊 药物代理卖药的 对不对 然后他骗了中国政府 总而言之 中国政府全是坏蛋 要么是笨蛋 要么是草菅人命的坏蛋 大家不觉得这些事情很神奇吗 总而言之 大家把这些东西看清楚 行吗 对不对 大家没觉得这个舆论很神奇吗 什么神奇的舆论 比如说啊 最近看到了指责这个张文宏啊 对不对 你的这个这个论文啊 什么什么 无症状 只占4%啊 骗人了 都是有症状的 确实 确实骗人了 可是大家发现 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没有 没人指责张文宏学术造假 只不过把张文宏立了一个靶子 在那狂打 对不对 然后打靶 虚空打靶 打这个张文宏 张文宏坏 张文宏要无代理 张文宏网红医生 骗子 结果呢 张文宏你骗了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那么容易被骗 就是个笨蛋 对不对 这话只不过没说出来而已啊 只有笨蛋才会被骗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张文宏这个靶子立在这 可是你去指责张文宏学术造假 为什么没人指责呢 为什么没有人长篇大论呢 把张文宏那个论文拿出来 就一条小鼠指责这个学术造假 你去举报他 为什么没人做呢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那个如果是 是不是因为指责别人学术 学术造假 就就就进入到了一个 这个这个法律的一个 这个问题里面啊 躲这个呢 对不对 不想担法律的责任是吗 但是啊 虚空打马 这个事情很好做啊 立出啊 立出一个靶子疯狂的打 立出两个选项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让大家在这里边吵来吵去 这样多简单呢 其实啊 聊这些话题啊 我必须得跟大家说 为什么今天我会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 跟大家聊了一些很 很奇怪的一些事情啊 就聊一下我自己 聊一下啊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up主 聊一下这个辉瑞的神药 聊一下张文宏 聊一下虚空打靶 为什么 因为最近确实是有一种无力感 什么叫无力感 因为昨天的时候啊 我聊关于日本的啊 那样的一期视频下面 有一个评论呢 就引得我真的是振振的思考 振振的发冷 为什么呢 这个评论是什么呢 这个评论是啊 关于五四运动啊 说说五四运动啊 然后这个评论说啊 你这老五说五四运动那么好 可是五四运动之后啊 中国还是那么的弱呀 当时我真的是很发愁啊 各位明白吗 就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为什么啊 他会这样评论五四运动 在日本的那期视频下面呢 因为我跟大家聊了嘛 日本的啊 关于日本 然后的话 这个国家爱赌国运 对不对 比如说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 巴黎河会引发了 加勿海战 引发了什么 关于中国啊 这个知识分子们的这个思考 引发了救亡图存的啊 这样的一种信念 所以说呢 有了五四运动 对于中国的近代 都是产生了重大的一个影响 导致中国把自己发展了起来 日本赌国运赌错了 我跟大家讲这些问题 然后的话 结果呢 有有同学到现在为止 还在跟我纠结 五四运动的意义 大家发现没有啊 就我我 我以为五四运动 对于中国产生的影响 是一个常识 可是在某些人那里 他对于五四运动 没概念 某些人要的是什么 你既然说五四运动 那么重要 那五四运动发生之后 中国就应该变强 立马变强 就是说有些人 你知道大家知道吗 就那种心态特别的着急 就永远就一定得立马 马上见效 对不对 我要变强 你这个你说这个五四运动啊 能够让中国变强 中国没有马上变强啊 五四运动之后不照样挨揍吗 对不对 然后呢 那按正就五四运动 就不会让中国变强 人家还背有道理 人家还跟你指责的特别的理智气壮 五四运动的意义 我再跟大家再多重复一遍了 我不想每一次聊到一些基础知识的时候 每一次都跟大家重复 大家看得也腻 对不对 我也讲得烦 我天天的重复的讲 重复的讲 那大家 大家烦死我了 得我自己也得烦死我自己啊 五四运动直接引发的是中国的思潮的变化 五四运动之前 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认识 其实还是那个天朝上古 尤其是1840年之前 1840年之前 认为啊 那个西方人啊 不顶事 对不对 你哪怕1840打输了 那中国人也不会认为自己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强惯了 中国人就是我 就是天天朝上古 我就是那个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叫中国呀 我是中华呀 对不对 我的历史 我的文化 那叫一个悠久啊 你什么工业革命 对不对 你机器产的那些布啊 你机器织布 那个织布 那个柜呀 在当年机器织布 还是成本比较高的一件事情 我人工的织布 但是我人工的织布成本低啊 而且我人工织布非常巧妙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那个时候靠着我人工织布 还是能发展自己啊 你你们的玩那个叫什么 骑银巧技 对不对 然后你那玩不顶用 然后的话 你拿着那些东西 你只不过一时啊 一时胜利 我中华文化 泱泱大中华 不会怕你们的 我们早晚会发展起来 中国人以前还是这种心态 哪怕是1840年之后 哪怕1840年之后 打一仗输一仗 打一仗输一仗 这个心态没有转变 可是五四运动 确实是能够让 让现在的中国人 看到当时的那个中国人 思想变化了 什么叫思想变化 虽然说五四运动 不同的人解释 它的意义是不同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五四运动里面 也提出了什么 全盘的西化 对不对 然后但是 大家也都知道 也提出了德先生 赛先生 然后等等等等 这种口号 总而是能够感觉得到 当年的这帮知识分子 他知道自己弱了 知道自己不行了 因为日本人都欺负你啊 对不对 西方人你可以说厉害 可是啊 发展来发展去 日本人都压在 中国人脑袋上 在那欺负中国人的 那不行了 知识分子觉醒 觉醒什么呢 我们要德先生 赛先生 包含像胡适的 这种知识分子 在那喊全盘是西化 总而言之 我们要学习西方了 我们不能再拿着自己 泱泱大中华 我还是天朝的上国 这种心态来面对世界 也就给大家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我们要学习西方啊 对不对 看到了比如说各种 这样革命的种子 开始埋下来了 希望啊 这个中国发生一个 极大的一个变化 拯救自己 救亡图存呢 这是五四运动的 一个意义 五四运动当然没有办法 马上让中国变强 但是我之前跟大家聊过 中国人就是自打那一天开始 低下头学习西方 一步一步学 一步一步学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然后的话 把自己学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 中国现在的状态 那就不是五四运动 当时的那种状态啊 对不对 中国为什么会有今天 科技军事实力对不对 文化各方面都在往上去发展 是为什么 那不就是因为咱们啊 然后的话 抛弃掉了自己当初的那种骄傲感 然后的话 把海把西方的那些好的那些东西 全部吸纳进来吗 对不对 咱们咱们现在的吃穿用度 哪个风哪个东西 他跟西方的没关系呢 对不对 现在穿的衣服 留的发型 使用的东西 对不对啊 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那不就是因为低下头学习别人吗 很多的人希望马上就能好 马上就能怎么样 然后的话就不看中间的过程 中间学习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难的 很多的人就是要立马就爽 立马就能见效果 不可能 你如果有这种想法 你的这个脑子就会被别人牵着走啊 你就会越来越简单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人家只要跟你玩个二三法 你马上就进去了 会会是神药啊 对不对啊 有人骗了政府啊 这个这个美国人就是骗中国钱的 你拿这种假药来骗骗中国人 那边就说你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草菅了人命 你现在疫情啊爆发起来了 你还不用啊 这个西方的神药 你你草菅人命 你坏蛋 对不对 但是大家没发现啊 你你核心的点是什么 不管你站在哪一头 你这到最后 你对于中国政府都是有意见的那一头啊 其实这种舆论屡见不鲜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回 在很多的问题上 然后大家要看清楚这些事 比如说啊 那个那个那个武统 这种问题同样都是如此啊 比如说跪台办 对不对 比如说会台政策 都是这样的二分法的话题 对不对 尤其是啊 比如说跟大家聊一聊会台 啊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不要骂会台 也不要骂跪台办 为什么呢 谁在真正的为中国人做事 为了中国统一做事 看一看历史就知道 最早最早的时候 我跟大家聊的是军事方面 从58年的平潭空战 那个时候啊 国民党的空军能够跑到啊 福建的上空 江西的上空 广东的上空 来打空战 你想想 那个时候人家的飞机 能跑到你这边来打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咱们努力发展自己 发展自己的实力 军事方面起来了 起来之后呢 然后的话 咱们现在还台湾岛军演 台湾那边只敢说上一句 不开第一枪啊 对不对 你在绕台 你在绕台 这实力是发展起来了 这些发展 我跟大家讲过 低下头发展自己 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会认为发展自己 就是努力 努力 可是努力而二字 没有办法代表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努力的时候 你得面临别人的羞辱啊 你得承受这些羞辱啊 对不对 为什么 比如说刚才跟大家说 两岸的军力的对比 从最开始 人家拿着美国的响尾射导弹 创造了世界第一例的空战士上 空对空的导弹击落战机的案例 那就是解放军的飞机被打下来了 对不对啊 然后人家啊 能够拿着拿得着世界上最先进的 这个这个导弹 能打你 你活该 然后的话 自己也好好的去发展 把自己军事实力发展起来了 还台湾岛军演 美国人都没辙 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 是单纯我们在发展军事吗 不是啊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经济基础决定你的军事军事实力啊 你没有钱 你哪来发展的 什么歼20 055 航空母舰 东风啊 东风快递 对不对 然后咱们没没钱怎么发展这些啊 你得有钱 有人才 然后有发展的时间 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呀 然后的话 钱从哪来 钱从哪来 跟大家举一个数字 90年代初的时候 然后的话 台湾这个岛 2300万人口 他的GDP将近是中国大陆的一半 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吗 啊 这就是两岸经济的实力的对比啊 90年代初 2300万人的一个岛啊 他的GDP是你的一半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我们那个时候啊 90年代 有一些什么样的操作 改革开放啊 对不对 改革开放 发展自发展经济 然后发展经济 然后的话 那努力的赚钱 抛弃掉意识形态的对抗 然后的话 把自己好不容易发展成这样 这才30年过去 两岸的这个经济的对比变成了什么样 发展经济的时候 难不难 当然难 要不要会台政策呀 他那个倒2300万人口 咱们又是同根同种 然后吸引他来投资 那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吗 但是大家还得知道一个问题 台湾人也不是发善心 过来来扶贫来了 他也不是 他也是来赚钱的 他赚钱的同时 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的话 我们 我们大陆为了 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 你带来那些问题 你也得吃亏吃下去啊 台湾包含郭台铭 都在那大嘴一礼 上来就说 我给了台湾 给了大陆的就业机会 大陆得求着我去投资 如何如何的说这种屁话 说这种屁话没鸟用的 为什么 你来大陆赚钱来了呀 这 但是的话 这也就是我们该承担的一些呀 为什么呢 我们要发展经济啊 咱们从一个非常非常穷的一个国家 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不容易啊 你得受别人的羞辱啊 现在很多同学 不愿意受这个羞辱啊 现在很多同学 马上就希望我就是强 谁不服气我 我就干谁 对不对 美国你逼着我买这种辉瑞的神药 这种假药 我干了你美国中美博弈 我就弄死你 问题是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的 你想要赢 你实力必须足 你没实力 你赢谁呀 对不对 你有了实力了 你现在还台湾岛军演 美国人来不了啊 想当年美国的第七舰队 就往台湾海峡一 台湾海峡一庭 你能怎么着美国人呢 对不对啊 还有一件事 比如海峡中线 咱们也都知道 现在海峡中线根本没有了一样 虽然说咱们这一边 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海峡中线 但是大家想一想 从90年代 到环台湾岛军演 这期间里边 大陆的飞机有没有穿 有没有穿这个海峡中线 没有啊 虽然说没承认 但是的话 咱们美国人画这条线 你就得听啊 不然的话 他就可以给你施压呀 因为你弱呀 你就得吃亏 你就得受别人的羞辱啊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是等你发展起来了 你还台湾岛军演的时候 你穿越海峡中线 别说穿越海峡中线 海峡中线现在事实消失 美国人有招吗 美国人有折吗 现在的这种景象 都是中国人低下头 发展自己出来的结果 并不是说啊 一下我出了一招 我就赢了 不是 是经过几十年的低头 努力受别人的羞辱 发展自己出来的结果呀 我老跟大家聊 努力低头发展自己 发展自己 发展自己是核心的问题 然后的话 可是很多同学 看不到这一点呢 认为发展自己 只低头就行了 自己一个人在那努力 这不叫发展自己 你弱的时候 你得面临不同的羞辱 你得面临付出不同的代价 你得面临 然后别人各种各样 跟你捣乱 但是你还能维持住 自己的初心 努力的发展自己 你才能收获成果呀 包含现在的辉瑞也一样 对不对 辉瑞神耀也一样 其实我想不想买 这个辉瑞神耀 我不想买 你真有用 你那一二百万人 你是怎么死的 对不对啊 可是为什么要买呢 因为中国就是要给全世界 这个形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就是要发展与别国的关系 这样的话 等你有了充足的实力之后 你才能赢了美国 等到那个时候 你有什么要 美国人也得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你别违反世界的规则呀 中国必须发展自己啊 发展自己的过程没那么爽 没那么两极 大家把这些东西看清楚啊 对不对啊 你得知道咱们那个目标 有没有实现 你得知道那个目标啊 咱们有没有往那个目标的方向去走 对不对 包含啊 跟大家最后去讲一句啊 当年的邓公 人家说的一句话 对不对 打开窗户 苍蝇也会进来 但是那些苍蝇不是重点 你打开窗户 换换空气 才是重点 咱们这个目标 没有改过 然后的话 大家得知道 这个政府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笨蛋 不要被那些舆论带着走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